上一次海神唐三在樱花小镇打败吸血鬼 为了小镇的安全消耗了太多灵气 唐三来到海神岛修炼 刘小五一个人在樱花小镇 突然 他感应到有人在欺负小五 三哥 气死我了 居然有人趁我海神唐三离开樱花小镇的时候欺负小五 欺负小五就等于欺负我唐三 小可爱们 你们还喜欢小五吗 喜欢的留下来 点亮加号 点亮小红星 再发三个狗头给他护体 不喜欢的请滑走 小五在向我呼救 我现在就要去做欺负小五的人 屏幕前的小可爱们 如果你也是小五的粉丝 麻烦你们给小五送上加号和红星能量 再发送三个狗头保护小五 如果你们不按我说的做 那么小五就不会和小伙伴们做朋友 小五说到做到 不管是欺负小五的人 还是看见小五被欺负却不伸出援手 也不送能量和狗头保护小五 这些人全部都会被我惩罚 就是你 我看见你了 居然还不按我说的做 你等着吧 我马上就来找你 而那些保护过小五的人 等你过生日的时候 我就会跟小五来你家 送你礼物并保护你 感谢帮助过小五的小可爱们 以后你就是我海神唐三的朋友 没人敢欺负你